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仍觉一游未尽 又在日记当中写道 国无大学 无国家藏书楼 无博物馆 无美术馆 乃可耻耳 今天 我终于回来了 我胡适回到中国 别无奢望 待求一张普卡 一支秃 先生与北大迈向世界著名大学的进城 我恨不购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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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噤噢 哎周觉看见刘海违和夫赦年了吗 啊在宫社栏下边就在那边 谢谢啊 拿拿拿 同学们 我们强烈要求把张勋复辟的帮兄 顾鸿鸣清除出北大 绝不允许北大 成为清廷姨老姨少的庇护所 已经是民国了 像顾鸣鸣这样的人不可以待在北大 四年海外 可算找着你俩了 蔡先生正在主持孝平一本元会会议 咱们找蔡先生去吧 好 同学们 咱们现在就去找蔡先生 走 走 走 各位匹议委员 今天校匹议委员会 蔡先生我们有事找您 等一下 先生们正在开会 我们先见蔡先生 同学们不要影响学校秩序 别闹啊 我不是闹事先生 我们是想让蔡先生号召 行使我们的权利 对 你没有权利不让我们见蔡先生 大家看到了吧 陈东秀学长 你坐下 请大家稍后 我去看看 蔡先生来了 蔡先生好 蔡先生好 同学们 你们有什么意见要表达 请讲 蔡先生 我们想请您解聘 张勋的帮凶 孤鸣鸣 对 对 你们有孤鸣鸣 帮助张勋复辟地制的 要确凿证据吗 先生 报纸上就是这么写的 对 别看到了 做学问的 不能人云亦云 这是我反复强调的北大的学风 你们的想法 我知道 你们的意见 我也清楚 不过 你们的意见 必须要经过校拼义委员会决定 我个人说了不算 但是我会负责地 把你们的意见提交给校拼义委员会 所以你们还是回去好好学习 好不好 蔡先生 我们请求庞丁校拼义会 对对对对 请求庞丁校拼义会 对对对 哈哈哈哈 这倒是个很新鲜的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也是由拼义委员会来决定 你们请稍后 好 好的 好的先生 谢谢先生 想必大家都听到了 请发表意见吧 这叫什么话 校拼义会让学生参加 这 这不符合规矩呀 对 这个先例绝对不能开 第二次第三次 第二次第二次 怎么搞 胡试博士 有什么意见你请讲 各位先生 为了体现我们北京大学校皮语委员会的权威性 我们可以允许同学进来参加旁听 为了展现我们校皮语委员会的学术性 严肃性 我们可以请学生们自行选出两到三个代表 作为旁听者 其他同学继续上课 我同意胡适教授的意见 我同意 我认为胡适博士的意见很高五 好吧 我们就按照这个意见做 郭同学 请你们选出几位学生代表来参加 行吗 好 先生 我们三位就是选出来的代表 好 请三位同学代表列席旁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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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 走 走 这大概是你们文科的时机 你谈一谈吧 关于 孤先生是否胜任教授岗位仪式 我们文科内部确实有两种意见 一种认为这个孤鸿鸣参与了张勋复辟 有辱失德 应于解聘 另外一种则认为 平聘教授应该是看教学水平 而不是看他支不支持复辟 我们也做过调查 这两种意见的人数相当 所以我们这次并没有把顾鸿鸣列入解聘人员名单 蔡先生 诸位同仁啊 我想为孤汤生说两句 据我所知 孤汤生是被张勋硬拉去看戏的 之前并不知道复辟之事 去皇宫面圣却有其事 可要说委任他当外交部侍郎 那是谣传 前两天他来找我诉苦 也是满肚子的懊悔和委屈 他六十岁的人啊 而且还长着一身花钱的毛病 这要是砸了他的饭碗 就等于断了他的后路 我看还是高抬贵手啊 孤鸿鸣主张复辟地质 有失失得 这种人留着干什么 扫地出门 对 什么的事 孤汤生的问题 关键之处在于 要看他是否利用北大课堂 鼓动学生 支持复辟地质反对共和 要是没有 则不应解聘吧 事实胜于雄辩 汤生先生啊 询问大师 郭忽明确实在主张复辟地质 不是吗 不能解聘 他确实做了这些 小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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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坐一下 三位学生代表 我请问一下 你们有证据吗 回先生话 没有 好 请坐下 可是 郭忽明在北大上课都没有人听 他讲授的英国诗歌课 一年只讲授六手零十几行诗 经常只有一两个学生 先生们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一共才讲六手零十几行诗 这才多少个字 掰开了算一天连一个字都不到吧 这种人干吗吃的 这不误人子弟吗 必须扫地出门 好了 这个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顾鸿明呢 他教学确实有问题 我向校评与委员会建议 让我与顾鸿明进行一次劝戒谈话 给他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之内 如果同学们还愿意听他的课 那么咱们就续评 如果同学不买他的账 那就解聘 大家同不同意 同意 同意 好 既然问题解决了 三位同学代表 请你们离席 我们还要进行下一个议程的讨论 头痛了骨 战盘草 耳痛了骨 尽竟骨 亲战炮 三瞳骨 倒吃桥 四瞳骨 把柄交 上前国国局又伤 退后难免吃一道 三君余也归因了好 臉破老一 尚能犯否啊 老爷 您有心事吗 刘二啊 你跟了我多少年了 宣的皇帝退了位 要不是老爷您收留我呀 我还能上哪儿去呀 要是我这儿也待不了了 你还能上哪儿 老爷 您这话说哪儿去了 我这把老骨头风筑残年了 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哪 况且呢 您都有知欲知问哪 老爷 您到哪儿 我刘二就到哪儿 三儿啊 哎 老爷 备车 我去到乡村买南货细点 这 老爷 这动腿的事 您就交给我吧 哦 我要亲自去 蔡先生 嗯 姑教授打了 哦 请 蔡公 佣人见过蔡公 唐生 你来了 呦 你这是干什么 我知道蔡先生是南方人 喜欢南点 我呢 亲自到稻祥村 买了一点家糊细点 给您尝尝 不用 不不烦劳蔡公了 我这儿均有自备 好 你修 三生 这是由我家乡 带来的好茶 你品尝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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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好 蔡先生啊 本来是我应该到你府上去拜访你的 就是因为学校这边呢 事情很多 我没法抽身 所以就约请你到这儿来了 现在 我是代表北京大学校评议会 来和你谈话 蔡公请讲 唐生 我要问你 此刻要让你离开北大 你愿意吗 不愿意 当然不愿意呀 为何 蔡公 当下的中华时局混乱 我孤鸿鸣 只有北大是我的立锥之地了 那既然如此 我下面的话就不是威严耸听 我请你认真考虑 我息耳恭听 当我知急的 是学校要广招天下英才 解聘不合格的庸才 这也是提中之一 这也是提中之一 对于你 胡唐生 现在学校内外的非议甚多 欲请解聘你的呼声 很高啊 请问蔡公 我孤鸿鸣是属于不合格的庸才吗 庸才倒不是 不合格 是有确准证据呀 那我还要请问 蔡公的新宠 胡适之 他只是一个候补的博士 还能在北大横行 我孤鸿鸣 用无数的学术头衔 声名累累 在北大却无立足之地 这是哪门子改革 这是什么道理 你在北大教书 一年的英语诗歌课 你只教了六首诗 大部分时间 都在讲述你那个军事主义 学生是寥寥无几 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一对一的教育 那不是我郭鸿鸣的专利 英国教授课得来 他讲课的时候 课堂上经常是痛痛如也 那他不仍然拿的是 最高的薪酬吗 那我告诉你 柯德莱就是北京大学 要解聘的 第一个外籍教授 明白了吗 不仍然说 哪是 贷工 是真的要借骗我呀 北京大学校评议会 认真研究了你的问题 要我对你进行一次劝诫谈话 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让学生回到你的课堂 否则 你就会失去在北大教书的资格 你离开的北大当生 你何处还有力追之地 太宫了 你吓死我了 不就是让学生都来听我的课吗 so easy 我怕是北大没有那么大的课堂 唐生 您能如此自信 从下个星期开始 我要在北大办一系列的讲座 题目就是论中国人的精神 到时候如果没有学生来听课 我不用学校解聘 我自己辞职 此活当真 君无戏言 我愿意立下君令状 蔡公啊 别人笑我太方便 我笑他人看不穿 我顾鸿鸣全权的爱国之心 东西南北 只有你蔡公之我也 我们中华的学校 是叫人明辨是非 激发向美向善的情感 遵守道德的地方 这是我的道场 我不能离开啊 不能够 我 唐生兄 你刚才说的话 正是我要听的 我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大钊 在中国南方深入考察中国社会 底层人民水生火热的生活 给予他极大的震撼 促使他 开始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道路 进行反思 重新探索 中国民主革命道路 新途径 系列讲座 中国人的精神 主讲人 顾鸿鸣 时间1917年10月3日至6日上午 地点北大文科小礼堂 10月3日第一讲 中国人的精神 10月4日第二讲 中国的语言 10月5日第三讲 中国的妇女 10月6日第四讲 中国学 欢迎本校师生 踊跃参加 老吴 听说啊 孤教授现在在东郊民相 给外国人讲中国人的精神 一张门票 两块大洋 比梅兰坊的票价还贵呢 是不是真的 瞎编的吧 这孤风鸣在北大讲课都没人听 还卖票 是真的 我在东郊民相外国人家做家教 孤教授的名声可大了 他们都说来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 但是不能不看孤鸣鸣 你看啊 这从来没有 哎 忠孤先生 忠孤先生好 星鸣先生好 先生先生 您看 孤后面要开讲座了 不会又要借着讲座鼓吹地址吧 哎 你别乱说啊 人家孤教授讲的是学问 这到底要讲什么 你去听听不就知道了吗 哎 先生 我能去听吗 北大先生虽然没有招收女生 但是这种学术讲座应该允许吧 同学们呢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听一听 孤汤生的这个讲座在外头 可真是一票难求啊 好好好 我们一定去 好 先生慢走 再见 先生慢走 慢走 慢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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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慢走 哈哈哈 都去聽啊知道了先生啊 哎呀走了走了走了 來來來快快快 快到前面坐前面坐 來來好這這這這 是好來坐這這 哎 是嗎 你說我這樣做 沒想到就沒錢 不是嗎 在使館區改一票 好 說我說的像白菜鼠一定要死 然後不會 怎麼說的 大呀 然後 好了 好 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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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我知道你们笑什么 笑我头上这根辫子 你们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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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辫子有什么好笑的呀 这是我们中华文化 一条斩不断的根 在座的各位同学 不管你们愿不愿意听 只要你们 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就要依附于这条辫子 如果我们不同的是 我的辫子是有形的 钉在头上 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 藏在心里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割掉了毛发 穿上了西装 满嘴的英格里士 洋人就会高看我们 恰恰相反 当一个中国人 西化成一个洋人的时候 恰恰会引起他们的蔑视 只有让他们看到 我们中国人 有着他们与众不同的文明与精神 他们才会在心里 对我们有真正的尊重 好 下面开始我的讲课 同学们 我今天讲课的题目 是中国人的精神 这个题目 我给洋人讲了好多次 但是我给他们讲课 每人要收两块大洋的门票 而且我坚决不给他们插话 和提问题的机会 当然今天不同了 我是在北大的课堂上 给我自己的学生讲课 这既是我的讲演 也是我们之间的交流 你们可以随时打断我 你们可以提任何的问题 我一定给予你们满意的答复 何为中国人的精神 众所周知 在当今的世界上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民族 都有自己的精神 比如说美国人 他们淳朴博大 但是他们不深沉 英国人淳朴深沉 但是不够博大 德国人 博大深沉 但是没有淳朴 我听过一些外国朋友跟我讲啊 他们在中国居住得越久 就越喜欢中国人 这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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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别卖官子了 什么呀 先生 别卖官子了 你也别卖官子了 先生 你也不卖官子了 为什么呀 您说了呀 为什么呀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呀 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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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现在就来回答你们的问题 我们中国人 思想 性格 有很多的弱点 但是 在我们中国人身上 有其他任何民族 都没有的 难以言喻的东西 那就是温良 什么是温良啊 郭新刚同学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回先生话 学生以为温良就是 温顺和懦弱 温良是一种不好的精神 而恰恰体现了中国人体制 和道德上的一种缺陷 不 不不 错错错 温良 不是温顺 更不是懦弱 温良是一种力量 是一种同情 和人类智慧的力量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我们中国人 之所以有同情的力量 是因为我们 完完全全彻彻彻底底的 生活在一种 心灵的生活里 这就是与洋人不同的地方 中国人的全部生活 是一种情感生活 是一种 来自人性深处的情感 是心灵的激情 和人类之爱的情感 顾教授 您能再说得具体通俗一些吗 我给你举个例子 为什么 与欧洲人相比 我们中国人 有惊人的记忆力 因为我们中国人 过的是一种心灵生活 心灵 用同情心 和心灵的力量来记事 要强于 用头脑来记事 后者枯燥无畏 我再举个例子 中国人 比外国人有礼貌 这是在全世界都公认的 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 是体谅 照顾他人的情绪 中国人的礼貌 是发自内心的 他们懂得自己的感情 他们会将心比心 以己及人 显示出体谅和照顾的特征 当然日本人也讲究礼貌 我可是认为 他们的礼貌 是一种没有芬芳的花 我们中国人的礼貌 是发自内心的 是一种 名贵的 散发着芬芳的香水 顾教授 您的意思是 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区别 是中国人用心 外国人用脑对吗 你可以这样理解 我孤鸿鸣生在南洋 学在西洋 屈于在东洋 是在北洋 但是我 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现在我就来解开这个秘密 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 真正的中国人 是有着赤子之心 和成人之私 过着心灵生活的人 中国人的精神 是拥抱青春的精神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 就是中国人的心灵 与理智的完美和谐 我孤鸿鸣 将终身致力于弘扬 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 虽九死而无悔 至少 陈学长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没有问题 但是有一个请求 能否请顾教授 明日的演讲 改在大操场 好 这个顾腾生啊 真是不同凡响 一连四天的讲座呀 搞得热火朝天 现在除了北京大学 所有北京的高校 都掀起了一股 先生大家好 中国精神的热潮 这个张时勺昨天告诉我说呀 顾鸿铭现在成了顾炫风 尽管我不大同意 顾教授的有些观点 但是 这次讲座还是充分显示了 顾教授他的学术功底 我他心里是佩服他 是这样 对于我们这些 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来说呀 这个顾鸿铭的观点 倒是个很好的提醒 提醒我们 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人呢 不要走极端 凭心而论啊 顾教授他的观点 如果从学术角度来看的话 是无考古非的 而且很有弊意 但是他总想把学术研究 来作为他政治倾向表达的一个平台 建议表达他 负责处杂 这就很有害了 你看他后两天的讲座 又在有意无意间 捕捉大的帝制了 好嘞 蔡先生 顾鸿铭啊 他是个怪财 文学狂事 他不出格就别计较他 不过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也很重要 中府跟我说呀 他说我们北大不应该成为普魯派的讲台 你怎么看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想 但现在还没理出一个头绪来 中府还说让你在北大要举行一个讲座 讲讲新文化和文学革命 新文化它有一个整体架构 凭我一己之力 我很难担当 但是如果把我们新青年的各位同仁组织起来 及各家所长 来办一个新文化的系列讲座 必定是事半功倍的 真是个好久 走 我们现在赶快去找中府去 好嘞 蔡先生 在北大举行新文化运动的系列讲座 这个建议是日之体制 我个人认为这个建议不错 新文化运动你是发起人 平台就是新青年杂志 现在人和杂志都在北大 那北大自然就是新文化的测缘地 也可以这么说 新文化就是新北大的一块招牌 或者是一面旗帜 你和世之都是编辑 对 对 对 好嘞 尽管编委会还没有正式成名 但是作为同仁编辑 也就是你们文科这几位了 好了 谢谢 李大钊 周树仁 周作人两兄弟 对 对 对 首长马上成为图书馆的主人 就是要赶紧通知他就任 周树仁在教育部还有职务 他到北大也就是个兼职 周作人呢 他很快就来北大温格圣教授 你看呢 把这些人拢在一起 那就是新文化的主力军 明白 首长兄 北京有幸平安度过张勋复辟一届 北京大学已于近日开学恢复正常 请张世昭鼎力推荐 你已经被正式聘任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万五雄接线后即刻返京上任 切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招先生 白先生 你怎么把我约到这儿来了 好好好 请请 大招先生 好消息啊 江苏独军李淳 已经决定聘任你为 独军府的法律顾问 专门让你负责 处理与日本的这个相关事宜 而且最近还要准备委派你 去日本考察 这可是个肥差呀 大招先生 恭喜你了 白先生 我约您出来 是想跟您告辞的 因为我要回北京了 回北京 这兵花马乱的年头 你去北京干什么 我已经跟李独军说了 准备派人把你的家人 全都借到南京来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你时代运转了 我曾经立过世 此生绝不为官 而且眼下国难当头 我还是做一点 我觉得有意义的事 你这是何苦呢 大招先生 老板 查去 谢谢白先生的提醒 不客气 大招先生 你要仔细考虑考虑 告辞了 考察江南期间 通过对伪调和论 伪国家主义 和梁启超改良主义的批判斗争 李大招逐渐开始丢弃 对西方民主制和议会政治的幻想 他提出 对于像袁世凯 段祺瑞那样的反动暴力政治 善良公民 有革命的权利 11月11日 李大招毅然放弃朋友 推荐他做官的机会 北上北京 踏上了以思想启蒙 和社会革命为使命的新道路 一个人 收场 可把你带回来了 我真是高兴一回来就见着你了 来 我跟你介绍一下 胡诗教授 今天也是慕名 特意来见你的 胡诗先生你好 秦生好 周阳 师团先生 实言辛苦了 口长 你回来就好 我们新青年同仁编辑 也可以正式开张的 下一期就是你负责 怎么样 百日面壁 我有一肚子的话想说 好 有什么心得 说 以言难尽啊 你要是感兴趣的话 晚上咱俩聊通宵 咱们三个人 今天咱们三个一醉方休 我已经等不及了 我早就想听一听 首尚先生高见 高见真贪慕 但是据我百日来的心得体会 我觉得我们的新文化运动 不应该仅仅局限于 精英层面的思想起码 还要改造社会 众父兄恕我直言 我觉得你那个二十年 不谈政治的想法 太不切实际了 首尚 今天的相聚 很可能会变成一场辩论啊